那除了這個痣啊 還有一些老年人 它比較容易出現老年斑 也就是我們痣 明顯的突起 它是有一個慢性過程 而且呢不容易破潰 那麼磷狀細胞癌呢 它是一個菜花症的表現 比較堅實 它的生長速度也很快 可以出現明顯的疼痛或者燒癢 那麼惡性黑素瘤呢 它的顏色會更黑 進展速度也很快 而且呢更容易出血 所以說呢它們更容易鑑別 張老師 挺黑素瘤的 在這裡要提醒咱們電機前的圈友 如果說啊 大家呢臉上出現了像剛才 我們張教授說的這樣的症狀的話 大家覺得聽起來很陌生 但是這個磷狀細胞癌 一直呢都不是一門冷門的癌症 而是大家呢 比較常見的皮膚癌症 和黑色素瘤 以及皮膚癌等並列 那麼希望大家都不要放鬆 對於磷狀細胞癌的一種警惕 如果說啊出現了上述的問題 一定要及時的去醫院進行就醫